中国一家大型地产开发商周二以巨额亏损 出售了洛杉矶市中心最高的出租公寓大楼 买家是一家非上市公司Northland 这也是最近中国投资者对美国高档房地产投资 抛售朝当中的最新倚利 绿地控股集团的美国子公司 以5.04亿美元的价格出售了这幢59层的公寓楼 虽然这一销售金额创下了洛杉矶单一出租物业的销售金额记录 但仍然远远低于绿地集团最初希望的售价 就在18个月之前 这段公寓楼的要价是6.95亿美元 据Northland称 即便是这个价格也低于绿地支付的开发成本 位于洛杉矶的这座公寓大楼 是绿地在该市市中心大型项目中的第四座大楼 该公司于2014年开始建设该项目 该项目的前三栋建筑包括一座酒店和两座共管公寓大楼 最后一座大楼本打算也建成是共管公寓 但是面对豪宅市场的放缓 包括国际买家的匮乏 绿地集团在2019年决定将最后一处物业作为出租物业运营 在过去的十年里 中国公司曾是美国酒店、写字楼和其他商业地产的最大投资者之一 但从几年前开始为管理国内的金融风险 中国政府对现金流实施了严格的限制 导致中资企业纷纷撤出美国市场 据统计 总体而言 自2019年以来 中国企业共抛售了236亿美元的美国商业地产 而绿地集团一直是这其中最活跃的卖家之一 今年早些时候 该公司还以3.15亿美元的价格 交易了布鲁克林的两栋公寓楼 另外 根据房地产行业刊物的一篇报道说 该公司还会将位于洛杉矶市的一家350间客房的酒店 挂牌出售 在中国国内 绿地现在是艰难应对债务问题 和低迷的房地产市场 一些美国房地产行业的高管说 这可能是促使该公司通过出售其在美国的资产 来筹集现金的重要原因 今年夏天 这家总部位于上海的开发商 从中国国有股东那里获得了大笔的贷款 以支持其财务状况 最近 绿地集团表示 其3.62亿美元的未偿债券余额可能会出现违约 原因是财务表现不佳 在中国的销售下滑 除了绿地集团 今年9月由于海航旗下的一家公司破产 其信托基金将位于曼哈顿公园大道的写字楼出售 最近 中国的恒大集团也表示 资产接管人已经以6.3亿美元的价格 出售了香港一块未开发的土地 其出售所得的款项将用于偿还巨额债务 由于房地产泡沫持续破裂 开发商面临流动性紧缩 中国房地产行业一年以来一直是步履阑珊 点击